大家好,家里有红薯别直接吃了 教你一个神仙吃法 出锅蓬松轩软,比面包还要好吃哦 关键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看就会 首先我们准备两颗不正经的红薯 洗干净之后放在案板上面,去口去味 接下来咱用削皮刀 把红薯的外皮给它削去不要 接着我们再改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的时候尽量给它切薄一点 红薯切好之后,我们给它放入蒸锅中 再用手给它摊开,铺平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然后把它蒸熟 蒸好的红薯,我们给它倒在一个大点的碗中 趁热用叉子给它压成南瓜泥 接着再往里面打入两颗正宗的母鸡蛋 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至像视频中这样的稀糊状就可以了 然后往里面加入三颗的酵母粉 三颗的白糖,促进酵母发酵 再次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把酵母和白糖搅至融化 搅好之后,在非少量多次的往里面倒入200克的普通面粉 边倒边快地搅拌,把它们搅成絮状 搅至大絮状之后,然后下手给它揉成面团 最后我们跟它揉成一个面光手光盆光的面团 看一下,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上面抹上少许的食用油 再盖上一层保鲜膜,防止外皮风干 放到温暖处,显化至原来的两倍大 趁这个时间我们来调一个油酥 小碗中加入两勺面粉 一勺食用盐 一小勺的五香粉 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 我们的油酥就调好了 油酥调好之后,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准备两颗不要钱的香葱 改刀给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之后 先给它装入碗中备用 好了,这个是我们的红薯面团已经发了 看一下,用手戳一下,不回弹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看一下,发的非常的好 满满的蜂窝组织呀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案板上面撒入少许的干面粉 把喜欢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面 给它揉一下 拍拍里面的空气 面团揉好之后 我们直接给它操成长条 再用刀给它切成剂子 把第一个剂子给它切大一点 下面呢,我们给它切小一点 然后再取出剂子来 面板上面撒入少许的干面粉 放上来给它揉一下 都给它揉成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再把每个小剂子也全部都给它揉成圆形 所有的剂子全部搓好之后 然后我们取出第一个剂子 先来擀大的 用手给它按扁 再用个擀面杖 给它擀成一个圆形的大厚片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擀成一个大厚度是 0.5厘米厚的大厚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先放一旁备用 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 再把这个小剂子也给它擀成一个大厚片 大家看一下厚度大厚也是0.5厚度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把我们擀好的这个大的剂子放到最下面 摇入一炒我们调好的油酥 再用刷子给它均匀的涂开 切记边缘我们给它留上一公分 涂匀之后 上面撒入不要甜的葱花 放上我们赶好的小一点的剂子 继续舀上一勺油酥 再次给它涂匀 再撒葱花 就像这样 依次重复同样的动作 然后把剩下的面片一次全部都给它落到上面 每一层之间都要给它刷上一层油酥 最后上面再盖上一层 大家切记 最上面这一层不要耍油酥 然后我们把这个大的剂子上面给它刷上一层清水 接着我们再给它遮过来 蒸过来之后 再用手轻轻的给它按压 接着我们也给它翻过来 表面给它刷入一层清水 再撒入少许白白的黑芝麻 既增香又好看 撒好之后 用擀面杖轻轻的给它擀一下 这样可以让芝麻粘得更加的牢固 不容易脱落 好了 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然后再给它放入归短的地方 二次醒发至原来的两倍大 10分钟之后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胚已经发了 体积明显的变大 用手按压能快速回弹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给它放回笼中 盖上盖子 时间设定20分钟 然后点开始 好了之后再煤上一分钟 就可以享用美食了 好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看一下颜色 非常的漂亮 用手按压能快速回弹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 取出之后 直接给它放在预热的电饼厂里面 给它煎一下 把底部煎至金黄 一分钟之后 底面煎至金黄 我们给它翻个面 继续给它煎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至金黄 好 时间到 我们给它翻过来 哇 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好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煎至两面颜色 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再放在案板上面 给它改刀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 特别的酥脆 改好刀之后 我们给它装在一个漂亮的盘子中 好了 像这样一盘 非常好吃又有营养的 红薯发面千层饼 就知道完成了 颜色金黄诱人 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啊 我们拿一块让大家看一下 两面颜色金黄酥脆啊 特别的蓬松永鲜软 层层裹着蟹料 一层比一层香 葱花浓郁啊 特别的香 加入了鸡蛋 红薯 营养搭配也是非常的全面 因为又是发面的 非常适合家的老人和孩子吃 当早餐 当正餐 都是非常的不错呀 喜欢的家人们 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试做吧 保证让你一吃一次 就念念不忘 每次红薯这样做 就连挑战的孩子 出锅都能吃上两三个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 咸香味美 葱花浓郁 回味还有芝麻的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 红薯这样做 不仅颜值高 而且味道也非常的棒 比熬粥喝 蒸着吃 煮着吃 还要好吃十倍哦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 一定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逗逗您发他的小手 帮忙评论转发 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